各位看看關於Centrivial Force的一些例子 例如 example 3 Revolving Block 即是有一塊木頭在一個轉盤上 在一個盤上轉 轉的時候是有形成的 你的眼睛是会成功冷却的 OK 它说它的重量是100克 Tied to the center with smooth horizontal piece 这个转盘 是一个水平面 Smooth 即是我们可以分量摩擦力 即是这个木头和盘 在底盘之间的摩擦力我们可以忽略 有条绳 用条绳这样摔在中心 条绳的长度 50cm 其实这个长度是什么呢 即是圆周运动的半径 Set into Uniform Circular Motion 运速圆周运动 记住我们课程的要求 因为主要是学习这一类的运速运动 运速运动 OK 简单一点 Non Uniform 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速度在电 除了打圈之外 它的速度可能在电 就是Non Uniform Circular Motion 我们不需要学习 我们只需要知道 如何去计算 Uniform Circular Motion 好了 给了一个周期 是两秒钟周期 即是一会转一圈 两秒钟 好 以后我们计算 这条绳的Tensor 那么现在呢 很明显就是这个圆周运动 的向心力就是来自唯一 就是调整的Tensor 没有其他力 是吧 因为 Smooth 这个桌面是Smooth Smooth Horizontal Disc 所以没有Fraction 那么唯一能够产生 Tensor 就是Tensor 换句话说呢 其实我们计算的Tensor 就是Tensor 就知道Tensor 是多大 Tensor Tensor 有个公式就是MV 二次光除R 如果你知道V 是吧 另一个公式就是MR Omega 二次 如果知道Omega 我们看看这个题目的资料 是给了一个Period 最快就是可以计算到Omega 当然你计算到V 就是Ehi R 整个圆周就是Ehi R R就是50Cm 是吧 随间两秒钟 那就应该是V 是uniform circular motion 所以速度是不便的 或者你计算Omega 就是Ehi Pi 除T 转一圈的Angle 就是Ehi 除一圈的时间 这是Angular Velocity 先计算Angular Speed 书来这样做 Ehi 2Pi 除T 这个Pi 就是圆周率的数 3.14 这个是二双超 永远3.14 141多 Gradient per second 好了 Tension 其实 就是Cm Tension提供Cm NF 所以 Tenton 就是M R Omega M R Omega 你记住 要转回 全部转回到Si 这个是KG 这个是M 这个是Radiant 出来的达氓 是N 0.494N 好了 另一种计法 另一种计法 就是V 你计算V 2Pi Pi Pi T 然后用另一种公式 MV 2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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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Pi 2Pi 2Pi 4Pi 3Pi 2Pi 在平面上的Net Force就等於零 在平面上的Net Force等於零 Net Force等於零 我們看看第一條法 Net Force等於零 物件就會依它的慣性來運動 就是說當時它的速度是多大 以及方向是向哪裏 它就會維持這個速度 維持這個方向繼續走 所以呢 它的慣性在短 它就會沿著這個Tangent的方向 飛出去 Points to a direction can jump through to the circular path 在這個位置這樣飛出去 因為這裡沒有Horizontal Force 這個是Newton's first law 跟著Newton's first law 好了 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Angular Speed是一半的 只有一半 Half How would the Tension of the Strain change? Tension會怎樣呢? 現在呢 你想回公式 最重要要想回公式 不要想著 一樣東西一半 另一樣東西另一半 要看回公式 Omega是 Half 因為Centrival Force的公式 是Fmr Omega square 如果其他東西不變 Fmr 也不變 Omega減半 就變成Square 就是四分之一 Centrival Force 就剩下四分之一 即是Tension 就不是一半 是剩下原來的四分之一 是Fmr